我進入這個行業的時候 根本不知道會說 有這個死灰病什麼的病 有虧塵病 一般都是以為 這個虧塵大一點 原來覺得對身體傷害不是很大 根本沒想到這個病 如果癌病之後 會是不可以逆轉 沒辦法好起來 但你現在後悔都沒有用 到處都是很厚的粉塵 因為積累在地下 你走路都會養起來 打磨那個粉塵 就是像敷天蓋地一樣的那種粉塵 非常多 你整個籠罩到你的生活 你那個工作環境 新移民來這個國家 我們語言又不好 你必須要去工作 而且你又沒有什麼技能 這些工作它不嫌棄你 那你就要不能嫌棄它 它的可怕之處就在這裡 它在裡面的火 本身灰塵裡面的顆粒 是要比這個空氣多 你看不見的反正還要小 我們沒有在沒有任何 防護的狀況下面工作 我們都是有防護的 問題就是防護身上 是看了專家的肺科醫生以後 做了CT 做了呼吸功能的測試 他跟我得出的結論 你被感染了 已經喪失了部分的肺功能 專家給出的建議很直接 必須遠離現在的工作 探索 當時真的很糾結 如果沒有這份工作 生活成功 他們就不會擔心工資的損傷 還有可以防備肺部 進一步的傷害 如果沒有真正的這些證據的話 你就很難提出訴訟 當然我不是說完全沒有可能性 但是這就給辦案提供了很大的難點 對我而言太晚了 然後會越來越嚴重 我考慮到的一點就是 我怎麼辦家庭怎麼辦 作為一個一家自主吧 也就是說一個頂陽住吧 你拿社會救濟金 這不是生活 要求救濟金 就是說 你問我是有興趣的 也要求救濟金 你 brauch忍的 要求救濟金 那是 就